应该有吧 在C点底下 我是C 如果D直接打开就OK 但是如果你是C打开会有个问题 点两下 他会直接跳一个错误 这个他问你要不要执行 但问题他这边 这边你给他点一下 人要执行 OK 你要因为这个没有问题 OK 他会跳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其实很快就关掉了 这些路径的问题 因为我预设的路径是D 但是我把它装在C 所以你很简单 只要修改这个执行档背后的那个路径 那修改的方式 一般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直接去修改 把它用二进位的方式修改 因为他本来执行档已经compiled了 他二进位档 可是实际上他路径的部分还是找不到 那怎么找 很简单 不过前提是你们可能电脑本身 最好是要装一个软体 叫做NordPay++ 应该都有吧 如果没有的话 你在Google上找一下这个软体叫Nord NordPay就记事本 后面++ 那这个软体的话是免费的 所以你就找NordPay++下载可以了 反正很简单 看到download下载 然后安装下一步就OK了 因为这个软体我是蛮推荐的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是写程式 不一定写程 写网页也是一样 只要跟编辑有关的 或者写一些资料 一般都会用NordPay++ 这个是我觉得蛮推荐 必须装的一个软体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把它下载安装 那你装好之后呢 你将来按右键 就会看到EditVisNordPay++ 这个画面OK 但如果你没有装这个 当然就不会有EditVisNordPay++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看到的话 那请各位就是先到Google上搜寻NordPay++ 或者NordPay++下载 应该有吧 应该蛮好找的 这个是必要的 我觉得OK 那你装好之后的话呢 就按右键就看到了 那如何修改很简单 按右键 然后EditVisNordPay++ 它会帮你把这个原始码的二进位档 直接打开来 那你说是那我要改哪里 跟各位讲很简单 你想要做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请你先到检视 检视里面呢 它这边有一个就是要让你换航的 有没有 在检视里面 请你找到自动换航 为什么要自动换航 检视哦 自动换航 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动换航 它这个资料会一直跑 跑到很右边 你要这边一直拉一直拉 拉到最右边才看得到 如果你直接自动换航 不用了 你就拉到底就好 所以第一步 请你先检视自动换航 自动换航 OK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的话呢 把卷轴 往下拉到底吧 拉到底之后的话呢 应该在他的倒数 432的上一行 就会看到路径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很简单 有看到吗 OK 这个应该没有很难哦 我不敢讲太难的 这个应该算 算是 入门等级的 只要 就不用写程式 这个只是一般人就会了 OK 然后你只要把 D怎么样 改C 那同理哦 如果你将来 放在1或者其他 你也是一样 改个路径 甚至你说老师那我资料夹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可以再给 只说我不要弄到复杂啦 不要没事 光搞这个就浪费时间了 我是觉得这个环境 尽量越简单越好 好 然后把它Safe 上面有储存吧 OK 应该没有很难 OK 好 所以有两个动作 检视自动换航 这一定要 第二个卷轴拉到底 就可以看到路径了 然后你把它关闭 再来的话 就直接点两下Spyder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应该 如果 没有意外的话 就会 把Spyder开起来 但是Spyder它开有点慢 所以如果你想着你觉得 实在开太慢 我建议 你的硬碟尽量用高阶一点的SSD 如果你是用那个马达的那种 那开很慢 如果你用高阶的Spyder 最好是什么M.2的 或者是更高速的 那这个开又秒秒开了 那因为它开 刚开始会 那个 access很多的一些Library 没有 一直一直跑 所以如果你是那个硬碟 硬碟那种马达 好像跑很久 可是如果你是那种M.2 哇 登登 脑开 OK 所以 这个的话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跳这个 什么Available 这个看你 要不要再去升级 不用路板 OK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要不要install 这个不要了 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那 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 这个就是它的开发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不过啦 我自己个人的习惯 我会稍微改一下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OK 第一个就是它的语言 语言部分的话预设是英文的 如果你要中文的话 请你看到上方有个板手 这个板手的话实际上就是设定 在那个上方有个一只板手 那请你把板手 如果你要把它变中文 我的习惯会改两个地方 你们不改 这两个不改没关系 第一个的话 就是呢 我会把它改成中文的 那中文的话呢 那就是在这个上方有个advanced setting advanced setting的话 这边有个language 有没有 那预设是英文的 如果你要用中文的话 你就可以用 不过目前没有繁体 OK 很久以前我都希望它有繁体 繁体 但它一直都没有出现 更新完还是没有繁体 不过至少如果你觉得看中文 至少看的比较好理解的话 那你就把它改成简体中文 OK 然后呢 它就会重开一下 就直接怎么样 变成上面讯息就会是中文的讯息了 OK yes 它会重新开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中文的环境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我以前习惯写程式 现在我觉得用黑底可能比较保护眼睛 但以前习惯是白底 那这黑底我都觉得看的有点不太习惯 所以我个人会把它改成白底 那如果你觉得黑底也OK的话 没关系 不改没关系 我刚刚讲过 然后呢 改的方法一样 上面有一个板手 那你就找到那个它的什么 应该是它的那个Display的设定吧 你会把它改一下 它有相关的这个 OK看一下 有了上面都是中文的 OK 然后这边如果你要改成白底的话 一样到那个上方的白 这个时候就比较 底下这边讯息就变中文 那你可以找到外观 外观里面的话 我记得如果你要变成白底的话 它这边就找到那个什么呢 叫主题吧 主... 不不不 更正一下 应该是在... 这里啦 语法高亮主题这里 它预设好像是... 这个Spider大根 大根就是底是黑的嘛 然后把它改成上面这一个 叫Spider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个就...对 这个我比较习惯 它好像早期也是用这个Spider 不知道后面的版本突然就改成Duck OK 那这样就白底 我好像比较习惯这样子 不过啦 这个是因人而异啦 你说老师那没关系 我觉得黑底 像我看很多同学都喜欢用黑底 我觉得好像记得眼科医师也讲说用黑底比较好 因为你太亮了就对你的眼睛 其实负担会比较大一些些 OK 那这个就是看个人 那其他的话一些设定 目前的话应该是不太需要 除非你将来画图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图出不来 那在这边设定 其他暂时应该都不用 那接下来如果你要开始写程式很简单 就直接把程式 直接写到 那个 左边 执行 就在上面一个执行 Run Run完之后的结果会在右下 右下角 待会会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待会就开始写程式了 就这样子 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编辑器 我们写程式的位置在左边这一块 OK 那你会发现上方会给你一个预设的一个名称 叫什么 temp.py 有没有 那.py就是Python的模组 的那个副档名 OK 然后所以如果你要写的话 一般是直接开一个新的 新件文件 有没有 然后它的 它没有存档 就叫未命名零.py 你会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上方的话只要紧字号开头 还有呢 这个 双引号三个跟双号三个 这个都是注解 这个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如果你觉得这个上面的 有些东西不要你把它删掉就OK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